相信很多国漫迷都看过《少年歌行》这部动画 如今第二季就要回归了 这部动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里面武力值最高的人可以说就是五大剑仙了 当然世外之人墨一不出事可以不算在内 只要墨一不出 五大剑仙就是这部作品里面的顶尖战力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的主角萧瑟在修复隐脉之后能有多强 能与五大剑仙相提评论吗 这个问题就见人见智了 看过原著的小伙伴们 想必都知道萧瑟在武功没备废之前 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了逍遥天境 而按原著小说的境界划分 练武之人分有九品 九品之上又有四大境界 由低到高分别是金刚反境 自在地境逍遥天境 神游玄境 而现阶段唐连雷乌杰 天女蕊等人也不过都在金刚反境徘徊 我们的萧老板就更加不堪了 因为多年前被人下了重手 眼脉被断也相当于备废了武功 从此之后不能跟人动手 只能仗着自己之前学会的一点身法来保密 与关键时刻可以跑路 但大家必须要知道的是 萧老板毕竟之前是曾经站在巅峰的人 不过二十就已经突破进入逍遥天境 这说明他的天资气势非常高 只不过因为隐脉受损 限制了他不能发挥武功 不然具有殒命的危险 所以很多时候 萧瑟即便是面对强敌也无法动手 但在后面去东海寻找仙人墨衣之后 萧瑟的隐脉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也终于是可以再度修炼武功 而之前就曾经踏入过逍遥天境 对于萧瑟来说 即便是现在武功低微 但重新踏入逍遥天境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之后几人如约来到天气城 然后萧瑟的实力就开始了飞速增长 毕竟青燕摆在那 他的天资也是一等一的 最重要的是他还年轻 还有无限可能 在反观其他五大剑仙 五大剑仙之中 乌剑仙 洛青阳独占一城 如剑仙 谢仙书 独万卷 并不喜欢语人杀戮 陆剑仙 炎战天 则与如剑仙相反 为人试杀 剑发刚猛 曾经一人力破千军 剩下的两位分别是 雪月剑仙 李寒一 也就是雷乌杰的姐姐 最后一人就是 盗剑仙 赵玉珍了 其人久居清城 从不下山 这五人之中 非要分个高低的话 盗剑仙可以和 孤剑仙并列 毕竟这二人 都是渐入神游玄境 其他三人相比之下 不免相信见处 而在这之中 炎战天应该处于垫底的地位 萧瑟后面恢复武功 就曾经和炎战天打过一场 因为炎战天 曾经在当年追杀过他 事实证明 炎战天已经老了 也萧瑟也拿不下 反而被刚提升至 逍遥天境的萧瑟 稳得压住 后面萧瑟还在说的大结局 与一路东来的 骆青阳比拼武功 这个时候萧瑟已经很强了 但必须要承认 萧瑟再强 暂时也不是这种 老一辈的对手 尤其是最后 骆青阳突破至神游玄境 立刻形势逆转 如果不是骆青阳 是让时机收手了 萧瑟恐怕真的逃不了好 所以按照最后的结局来看 萧瑟完全可以 与五大剑仙相提并论 并且还只是在骆青阳之下 真的可以说是天纵奇才